射嫌殺人的陳姓老翁 在警局劉志室內突然身體不適 警方趕緊叫救護車借護就醫 那患者主婦是有吃了類似紫藥藥膏 那患者目前醫師不清啊 當時老翁沒有明顯外傷 不過到院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急救後宣告不治 死因疑似心肌梗塞 那誰他們家的誰都起床 那誰誰都起床 就拍手就可以了 沒有就拍手 時間回到23號晚間 71歲陳姓老翁 持鐮刀砍殺37歲前女友 跟58歲情敵之後 深夜10點50分入網 因為他躲在草叢裡面 全身都被蚊蟲叮咬 而且狼狽不堪 那我們就帶同去他家裡 實施整個進行搜索 凌晨12點48分 他因為身體不適 在劉志室內貪坐在地上 警方通知119 凌晨1點04分上救護車時 老翁還有脈搏 1點16分到醫院 直到2點24分宣告不治 短短3小時34分 老翁猝死 究竟是病發 還是生前服用不明藥物 還有帶檢警相驗 家屬表示老翁有心血管病史 但老翁落網之後 曾經舔身上不明的藥膏 疑點叢叢 被砍傷的蔡西女子 原本跟老翁是相差34歲的 同居男女朋友 因為感情糾紛 老翁通知女子前來拿回她的私人物品 而女子跟現任男友蔣姓男子 到達現場的時候 老翁一看女友令結心歡 促進大發 使鐮刀朝兩個人亂砍 蔣姓男子送醫後 失血過多不治 女子還在逐漸觀察 而行凶的陳姓老翁 也在落網三個多小時之後猝死 這段忘年之交 因為情敵揮刀 造成兩死一傷的悲劇 藉由王一朝皇準 SNG小組 台中報導